昨天是虛晃一招 因為其實兩個人的立場 就完完全全是不一樣 如果說關鍵四個字 叫九二共識 陳明通主委昨天來就先講了 今天大家不講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不能講 今天不談九二共識 其實他就是要講這四個字 立場已經很清楚不一樣 韓國瑜市長從在選前 就公開說接受九二共識 這是他的前提 他才有辦法 幫高雄開始拚經濟 至少對岸來講是這樣子 陳明通我覺得很奇怪 陳明通其實不是口才不好 我覺得昨天跟口才好不好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大家是在那邊 比動動腦 九二這四個字不能講 但是我們又要講這件事 到底大家要怎麼來講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關鍵 只能打高空 那不能照理講 從前到現在 陸委會的主委 也沒有跑到各縣市找過縣市首長 這是第一招 然後他又不只找了韓國瑜 他又找其他的 新上任的縣市首長都要去找 我覺得很奇怪 難道你中央的陸委會 可以告訴地方說 你不能夠給我接受九二共識嗎 這不可能 修理 他不可能這樣子講 總統都說了 呼籲各政黨不要再談九二共識 所以沒有說不能做這件事 總統都說要這樣做 只是最怪的是陳明通 居然沒有在這一個會談當中 明白清楚的告訴韓國瑜說 總統呼籲不要再談九二共識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談 他連這個都沒講 所以我說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 你的工作就是做兩岸的事務 兩岸事務現在卡了就這四個字 總統也說了說請大家不要再講 結果你即使他是閒命而來 他去高雄市 要告訴韓國瑜說請你不要再講了 不然意思是這樣 你可以做不要說嗎 你繼續做你的兩岸 你不要講這四個字嗎 我覺得陳明通你有點搞 他有一個目標不明確的會談 非常不明確 所以我覺得不管 他講了13次的戰略 這個戰略就是虛的 戰略是什麼 他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是不是 我覺得關鍵到那兩個字 機密 不能講叫機密 韓國瑜問他說 那以後你們的戰略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 可能也叫機密 對 是他不知道叫機密 或者說他不知道要怎麼講 也叫機密 所以我覺得昨天這個會 見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我覺得兩個完全立場不一樣 你到底交集在哪裡 最後是 其實九合一大選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他用這個抹紅的 或者用這種 對於兩岸關係 永遠用那種恐懼的 打恐懼牌 打憂心牌 我覺得這個策略已經做過了 你2020如果你民進黨 還是要繼續拿兩岸的交流 會造成台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出點新招 否則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主任 有一點是以意代勞 他的立場跟他的做法 是說對高雄市民交代也好 或者說他做他一塊做的事也好 我覺得我都不清楚到底成名通名 昨天到底他要表達什麼 昨天這一開始 我們的韓市長一開始就贏了 因為他開場白就已經大勝了 因為他講說你陸委會是譚三仗 我是孫悟空 看過西俄紀人都知道 主角到底是誰 譚三仗每次都出錯 都需要孫悟空去救 他說你陸委會是譚三仗 其實你是沒什麼路容 你還是都要靠我孫悟空來救你 他是開中名義 我尊稱你是師父 你是我的上級主管沒有錯 但是你未來還是都必須靠我 所以我想一開始開中名義 韓國瑜就已經大勝了 陳明通這個人我們個人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 他認為他學士充沛 然後包括三通都要談的 所以他一開始 有一點想要來二樓店的感覺 他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也許他沒有談九二共識 但是他是覺得我有這個使命感 我要來滅你韓國瑜的威風 我認為我在這個九二共識的部分 我認為我在兩岸關係的部分 我比誰都懂 所以我就是要來滅你的威風 下馬威 然後就像我們剛剛前輩講的 這個掌完之後 後面還有好幾個縣市 都要去講 讓大家下 以後就不敢隨便躁動 老師來指導學生的 對 但是沒想到 一開始就踢到鐵板 所以我認為後面的縣市 不會再去了 因為他已經 好像丟臉了 他到底講出了什麼東西 全部就是人會 會一再重複同一個字的時候 就表示他心虛 表示他已經沒有料了 才會一再的重複 這個是人的 心虛的惰性的時候才會露出來 所以我個人倒是認為 不是沒有輸贏 我認為從一開始 韓國瑜的第一句話 就已經是大聲了 陳明通的這一次的溝通是失敗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只有中華民國共識 我們並沒有台灣共識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從來沒有台灣共識 台灣共識是你蔡英文主張 國民黨並不接受 國民黨的文傳會主委 你同不同意蔡英文的台灣共識 不同意 不同意台灣共識 所以台灣沒有共識 你還有遲疑 你還遲疑嗎 我在想說 不能夠有一秒鐘會遲疑 我沒有陷疑 我怎麼會有陷疑 沒有台灣共識 只有中華民國共識 絕對沒有台灣共識 也沒有 但是中華民國共識又很難推 也推不動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不承認 所以也沒有中華民國共識 所以台灣根本沒有共識 台灣根本沒有共識的時候 他在講台灣共識 就變成一個可笑的事情 第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他一直在講不存在的 當記者也在問陳明通的時候 有關於韓國瑜 他之前談到的就是說 這個你蔡英文 你也不敢推分離主義 就是推獨立運動 你又不承認這個九二共識 你要把台灣帶向哪裡 這次都是客觀誓死的陳述 客觀誓死的陳述 陳明通竟然會說 這個韓國瑜這是假議題 客觀誓死的陳述 怎麼會是跟假議題連帶關係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學術的邏輯基礎 已經開始產生很嚴重的問題 你質疑他的學術研究 我當然質疑 因為這麼簡單的邏輯 他都串不起來 一個是客觀誓死陳述 的一個韓國瑜說 你要把台灣帶上哪裡 他說這是一個假議題 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你的學術的基礎道理 為了當官以後 都把它丟到旁邊去了嗎 很多人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 一當官以後 把他的學術訓練 都擺在一邊去了 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學術訓練還是應該是 你一生要福音的一個職志 官可以當 明天可能下來 但是你學術上追求 真理的職志不能忘 好 我們再回來談 為什麼會說 他一直跟你談台灣共識 韓國瑜聽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也不理他 不理他 他講了半天 也不理他拿出身分證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中華民國的身分證 你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回歸中華民國 你回歸到中華民國 不要忘了 中華民國是1911年訂的 當時的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那就是中國人 所以中華民國的國名 就是中國人 你也不敢講你是中國人 你也不敢講你是中國 因為我們1911年 訂出我們國號中華民國的時候 我們就代表中國 我們就是中國 我們就是中國人 他完全不承認 你這個陳明通還能夠談什麼 既然談不下去 最後其實他回歸到 最後一個字概念就是 要回歸到公權力 也就是兩岸政策就公權力 也就是我中央政府定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陳明通 你矛盾 整個民進黨矛盾到不得已 讓我們無法理解的地步就是說 你既然說兩岸政策 要回歸到公權力 那就是以中華民國政府 中央政府 陸委會 跟總統所決定的為主 既然是如此的話 請問一下ECFA 是中華民國政府 是我們這邊跟大陸談出來的 是公權力談出來的 你民進黨怎麼可以反對 怎麼否決 請問一下我們的服務貿易協定 也是公權力談出來的 你還發動318的這些學生 去踢立法院 已經要進入審議了 你還去踢館 然後馬英九在新加坡 跟習近平談出九二共識 他是公權力 這個時候你一概否認 馬英九跟習近平談出九二共識 這是回歸公權力 我覺得你全部都否認 現在你說要回到公權力來 這個矛盾到不行的時候 我們很明顯就會看到 對民進黨來講 他永遠是兩套標準 我在野的時候 你的公權力不算數 我執政的時候只能以我公權力為主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兩套標準 台灣的民眾是不信你的 也不信邪 最大的人口的縣市是新北市 最有錢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是台北市 票最多其實侯友宜 侯友宜100多萬票 為什麼陳明東第一站要去見韓國瑜 我來解讀 因為韓國瑜最重要 韓國瑜他就擺明了 我就是九二公司建進支持者 所以陳明東一定要去見他 昨天我們身後討論那個巴掌事件 沈大佬講一個羞辱式的暴力 聖水配跟打腳生不一樣意思 不一樣 這樣聖水配 我就要羞辱你 我覺得這樣的報導 我真的必須講 這個是羞辱式的報導 我跟你講說 這個椰匡實際就 就假那一段 就假那一段什麼 就是說你被陳明通問倒了 陳明通問到你招架不住 沈大佬講一個羞辱式的暴力 聖水配跟打腳生不一樣意思的 不一樣 我就要羞辱你 我覺得這樣的報導 我真的必須講 這個是羞辱式的報導 我跟你講說這個椰匡實際就 就假那一段 就假那一段什麼 就是說你被陳明通問倒了 陳明通問到你招架不住 你答不出來了 趕快旁邊椰匡實際 還是這是陸委會的業配 對 這個 因為主持人你剛剛讓我們看 顯然不是這樣子 我很持平 因為我看的那個重播就是說 陳明通也好 韓國瑜好 他們游刃有餘 就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就沒有交鋒 也沒有謾罵 也沒有質詢什麼 兩個朋友就這樣開槓而已 怎麼會講成說他招架不住 他沒有招架不住 所以我要拜託 自由時報跟聖理新聞 當然主持人我們也其實說我們 你不要過度的去吹捧他 你也不要的過度去深化他 或是罵他 就是我們回歸事實的基本面 如果昨天韓國瑜的反應說 你問了這個我不知道 副市長你就回答一下 如果他講這樣的話 那就是救駕了 那不是嗎 老同學什麼 然後後來如果大家看到最後 陳明通還 葉匡史的名字去笑他說 不是你匡我 我匡你什麼 雖然你叫阿匡什麼 但就是一個都是老朋友 就是見面寒暄而已 絕對沒有什麼 救駕與否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用抹黑的 這樣不好 我也很難期待去更正 我只能拜託各位觀眾朋友 跟網友大家告訴大家 就是說其實昨天 並沒有招架不住這一段 也沒有所謂的救駕